那么所以呢 讲到这个新闻呢 那么我要向大家展示一下 我选的今年这个关键字 那么跟在这个政治这个话题当中 我选的一样是冲 那么这个冲是冲突的冲 也是向前冲的冲 我们先说冲突的冲 那么刚刚这个经理大哥讲到 联邦储备局加息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 非常大的冲突 第一个冲突就是 美国股市在联邦储备局加息的 这个行为当中 确实受到了很大的抑制 那么美国股市最高的 我记得是两万六千多点 那么到这个礼拜 最低的是跌到两万三千多点 那么在这么大个差距情况下 那么川普就把所有的责任 归到了这个联邦储备局加息 川普说联邦储备局这个加息 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是在我个人看来 联邦储备局是一个 一个专业的机构 就像你们会计师一样 是个专业的机构 他对未来经济的看法 我觉得往往他们不是看眼前 对未来他们会展望 那么未来的展望 美国的经济发展会不会过热 那么这是联邦储备局 这些参加议席的理事们 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但是川普作为一个 美国行政方面的最高负责人 作为美国总统 他却对联邦储备局 这个专业机构的行为 提出了批评 那么正如刚刚静敏大哥说的 很可能联邦储备局为了表示 我就是个专业机构 我要独立 那么所以你说不加 我偏加 但是这个加息 跟美国经济确实产生 一个很大的冲突 因为加息股市下跌了 还是因为加息 导致美国的股市 得到一个健康的调整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观点 想请教一下 会计师怎么看 我想这个基本上加息 如果以专业的角度来讲 他想象的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规划 毕竟经济过热来讲 会造成其他的 这个所谓的不好的连锁效应 过热的伤害 一点都不比经济低迷的 是 所以我相信 也不能说完全说 是联准会是因为 要显现他的这个独立操拦 必须跟总统参访掉 我相信这不是这样的想法 而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客观的一个规划 跟这个归纳的结果 他们有一些对经济的展望 他们所做的结论 那他们也是逐步的去做 他当然也说 也不能一下就把这个经济 给把它掐死 但我相信另外一个 我们要去考虑一点 为什么现在说 刚才您提到说 这个贸易好像没有 特别把逆差减少 是因为为了这个10% 大家趁机能够卖的 就尽量的把这个存货 收到美国境内来 因为他不晓得怎么去应验25% 大家都不知道 预期未来 贸易战肯定会爆发 是那这个成本会加高 那为什么 现在我们在订3月2号 川普会有90天的delay 其实川普心里在盘算 是另外一件事 这当然也许大家在那边 演绎说川普的内心戏 但其实这是合理的 可以推测说 毕竟来讲 要让所有的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business 的owner 要有能够有时间 开始把这个重心 从中国移转出来 这移转出来的时候 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你说的就是个阴谋论 是 这阴谋论 90天并不是为了给中国宽限 而是为了让美国的企业 有机会 有机会能够从中国移转出来 不管是移到美国回来 或者移到其他地区 因为其他地区也许 不会遭受这25%的毒手 所以说为什么到东南亚 很多的商人 都开始去寻找新的制造点 如果回到美国的制造成本 还是太高的话 他必须选择一个替代方案 但所有这些替代方案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 川普需要一点时间 来保持他这个 这个所谓的经济动能 给这些所谓他认为的 他的这个计划 但这计划不一定是联准会 所想象的是统一条路 联准会没有体会到 总统这个阴谋 是 那当然 现在如果马上把这个利息 加高的时候 可能会让这个所谓的 又算了一笔 你减了税 让我成本降低 可是增加利息 我举债的时候 这利息增高对我来讲 也是个负担 所以就会有退却之步 就像郭总大哥刚刚讲的 动不动就是百分之二十 对他来讲 他这个两个算盘一打的时候 川普是希望把这个动能 一直延续 至少在他看得到的 这一段时间内 他有机会打这个 美中贸易战的时候 他的所谓的筹码更多 因为他可以 向另外一方去宣示 你看 我的钱也回来的 人也回来了 那我货还卖得出去 这就是跟这个所谓的台湾的 后来做这些改朝换大 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在这个经济的部分 川普要制造这个经济的龙井 他不轻易的让这个所谓的升息 让他这个好像这个火 刚要爆发的时候 他可以去做谈判的时候 好像这个筹码 扶底抽薪了 扶底抽薪 这个筹码好像突然少了很多 那他底气就不足 所以叶会长认为联邦储备局 让我们川普总统的阴谋 很可能达不到目的 那么我们讲到美中双方 我还是focus在我这个冲置 那么现在这个关于美国增加了 中国货品到进口到美国的税之后 那么但是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 还在拉大 那么有种说法就是说 其实因为美国经济 国内这个国内经济的畅旺 导致这个消费需求增大 那么所以哪怕是高关税 当然这个高关税也是10% 这个10%的关税 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 其实人民币的贬值 就已经把这10%全部给抵消了 只是如果未来到25%的话 那么这个影响就很难抵消 所以当这个影响力被 这个加税影响力被抵消的时候 而美国的这个国内需求增加的时候 所以大量的中国货品 就更多的来到了美国 那么讲到贸易战 小请教教敬业大哥 你觉得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大呢 还是对美国的经济冲击大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礼拜看到个消息 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 减到了去年5月的一个新低 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两国都有影响 但是对中国的冲击比较大 那美国在利用这个关税 来调节贸易上的逆差 跟对方的顺差 其实不是第一次 不是只有针对中国有这个做法 其实在80年来对日本也是同样的 也是同样的要求对方的这个日币要生殖 等等也是同一套做法 那当然事后呢 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年80年代的日本公司 跟现在的日本公司呢 不可同日而鱼了 那当年的日本公司在美国 当趟多少建筑多少都是他们 有点像前一段时间中国的公司进居美国的 有点类似了 那么那么呢 但是呢这个影响有道理有多深呢 就跟我讲了说这个忙啊 真的不知道 因为呢 因为中国是一个内需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美国也是内需比较大的 这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内需不够 完全是要靠外销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关税壁垒的情况之下 中国会受多大的伤害 美国会受多大的伤害呢 很难讲 但是呢 我觉得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 现在的我们的生活嘛 我认为我们买房子就会涨价 为什么呢 你现在看建材给你磕了25% 的关税 你的房子的成本 盖一栋房子的成本 从建筑材料跟房子的这个成本结果来算的话 你的成本就要增加10% 那你买卖 你在这个建商在把这个房子推出的时候呢 原来要卖这个50万的话 他势必得卖55万 要把这个成本增加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对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那我认为呢 要就是房价会涨 要么就建商就赚不到钱 就是两个结果嘛 对不对 所以像这些东西呢 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再加上利息的增加就更加 再加上利息的增加 那房地产会不会就因此就冷下来了 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的 再加上如果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场的话 那么很可能有一些中国的买家也不来了 买的房子可能也要出手了 那么这对房地产也是个冲击 也是会冲击会冷下来的 所以这个冲击我觉得今年是 对你讲的对 代表了一个很多经济类的新闻 因为美国跟中国毕竟是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这两个经济体今天发生了这个正面的碰撞 那么肯定我们说这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肯定有一个要受伤要大一点 那么其实我们看现在美中两国在这个经贸方面 中国的这个国民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而中国现在越来越大幅度的减少这个持有美债 那么很多人有两个角度的看法 一个角度说你看中国开始对美国报复了 因为美国是一个债务非常高的国家 那么靠这个世界各国来买外债 维系它的这个经济增长 这是一种看法 另外一种看法说中国把这个美债卖掉 说明中国现在国内的这个资金出现了问题 会计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减少持有美债 其实美国债券是所有这个经济富足的国家 他第一首选要持有的一个资产 那我认为美国这个美中贸易战 其实又回到一个改这个字叫改选议策 因为毕竟过去呢 这个欧巴马政府所对待这个中国的方式呢 并不能有效的调节这个美中贸易的差距 甚至还有智慧财产权的保护 这一回在这个川普的这个做法完全改选议策 对以前的做法完全是相反强硬的态度 每一步都在逼迫这个中国能够开放它的市场 能够让这个美国所有的产品能够进到这个中国的市场内 那我相信这个所有来讲说说 中国呢是不是在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要把这个减少美债来做报复行为 我认为这是不自知局啊 这也不是他的原来的所需要做的 美债对于全世界的这个国家来说 它是一个金融产品最好的选择 它能够最安全的选择应该是 对那你想如果我现在改变我的资产持有 比如说我现在放弃了美国债券 那我换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现金流了 所以说比较如此的话 我相信是中国它也需要很多的子弹 它也需要很多的资金 需要很多的这个能够在它这个也许中国市场内 它这个怕这个资金不够 因为它要更宽松的这个资金环境 对所以它必须要掉一些资金回来 所以我相信这些掉头寸嘛 所以说你不能单纯说这是一个报复行为 而是它这个中国要囤积它的粮食粮草 或者它本身现在的经济面 并没有让我们那么清楚 为什么它需要这一些资金的回流 它的经济增长确实是放缓了 这是中国政府本身也承认的 只是放缓的幅度各有不同的说法 那还有外资啊 我们想外资到底有多少 在这个开始贸易战真的严重的开打的时候 有多少外资会因此而撤出中国 让这个中国的本身不再有外资 住进这股活水的时候 中国该如何自出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川普总统的阴谋就实现了 让这个原来的外资流出来 让中国更多的把它的外在拿回去 来救经济 那所以这样的话 那美中双方的经济优势 那就可能有个变化了 再加上有可能在打一个货币战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债务变向美国就赚到这个 债务的这个所谓的更高的报酬率 那基本上美国我觉得这三部曲 从税改 贸易战 甚至以后可以引发的货币战 这就是川普的三部曲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当然用这个眼光去观察 是不是真的往这个方向走 那川普是不是到最后可以得税其愿 改掉这个原本这个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商业的规则 游戏规则 那就是拭目以待 所以你觉得2019年货币战争还是有可能爆发的 那我相信这个货币战就是向来美国在把这个所谓的可能串出来当老大的 打成永远的老二或更低 那想以前这个用货币战修理过多少国家 包含日本 静宇大哥刚刚讲的日本 是日本就是一个广场协议就把日本 打到他这个 打到现在还都还没有 还没有复苏 对美国有任何威胁 对把最有威胁性的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够彻底的修理 所以讲到货币 刚才我们还讲的一个话题就是税改让更多的资金流回来 那么如果更多的资金流回来 那么会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应允体系当中又产生新的影响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 税改有没有让资金从外面流回来 这个资金流回来之后在美国又做了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回头继续跟大家来讨论